前段时间超级超级火的一部大型工艇剧《沿喜攻略》,可能大家没有太细心观察。 里面懦弱胆小的嫔妃于妃,就是五阿哥的亲生母亲,她就是恋恋饰演的。 这部电视剧捧红了新人吴景言,又让秦岚叶远和蛇诗曼再次走红。 可是看似和她并没有多大缘分,她也没有因为这部电视剧受到关注。 《大江大河》里面,维春红是一位真正经历过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女主。 这次让恋恋来饰演维春红。 电视剧《更衣播放维春红》出来的时候,便引来了众多剧迷和小说本对正如阳光。 选决策水准的讨论和赞美,说明这次决策选得非常好。 这次恋恋在剧中演的是杨硕饰演的《梅东宝》的第二个妻子。 为什么说是第二个呢? 因为童谣饰演的宋运婷因为难产大出血,然后一尸两命。 后来维春红就出现在雷东宝的生活里。 这次的角色塑造让大家都非常喜欢。 灭练曾参加过开心俱乐部。 灭练以自己专业的表演把控了全场。 她不按套路出台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收放自如的演技。 获得了观众的喜爱,再次获得了观众们的关注。 大家慢慢都把注意力转移到烈恋身上了。 烈恋这次在《大江大河》里面的演技也是有目不符的。 和杨硕合作后终于把烈恋带火了。 其实也是因为烈恋有过硬的演技。 所以大家这么喜欢她。 她的付出终于获得了收获。 希望烈恋以后能多和杨硕合作。 拍出来动好看的电视剧。 想必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。